据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 南越清风网6月27日消息 普宁市委员书记胡焕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接洋市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胡焕华 南 汉族 1961年2月生广东惠来人 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 1982年7月参加工作 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焕华曾任广东省接洋市 审计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接洋市惠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惠来县委副书记 接洋市统计局局长 党组书记 土宁市委副书记 郑楚吉 土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代市长 市长 土宁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5年4月 胡焕华不再担任 中共土宁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9年1月 胡焕华曾移 接洋市委副秘书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公开报道显示 胡焕华还曾担任深圳市 浦宁商会荣誉会长 浦宁市委广东省辖县集市 辖7个街道 18个镇 1个厢 截至2022年末 常住人口202.49万人